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针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展开深入的探讨 随着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 中国选择了一条与2009年截然不同的路线 逐步推出经济复苏措施而非一次性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这种谨慎的策略旨在避免市场过热 同时快速解决房地产行业的困境 我们将重点分析新加坡东盟正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首席经济学家霍伊科尔的观点 他指出即将公布的财政措施虽然尚未明朗 但显然不会重蹈2009年的覆辙 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过度负债风险的深刻考量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 此外我们将探讨去年以来的多项货币刺激措施 如何与中央银行的行动相呼应 以及这些措施对中国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 霍伊科尔还提到 未来的经济复苏可能依赖于内需的刺激 而不是过去那种依赖外部环境的增长 最后我们会分析中国开发商的高负债情况 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对亚洲经济的潜在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经济面临挑战的背景下 中国正逐步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 以避免过度负债的风险 本文源自于南华早报 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策略 旨在通过精准的政策干预来缓解当前经济面临的困境 而非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的推出刺激计划 首先了解中国政策调整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这一措施帮助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债问题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和影子银行领域 影子银行系统的未受监管金融活动 引发了对金融稳定的担忧 市场对潜在的隐性债务风险感到不安 因此中国此次在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时格外谨慎 力求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由新加坡东盟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首席经济学家霍伊科尔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正在逐步推出这些刺激措施 作为去年以来一系列行动的延续 霍伊科尔预计在未来的财政部简报会上 将有更多具体的措施被公布 虽然这些措施的具体规模尚未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中国政府不会选择重走2009年大规模刺激的老路 为了支持经济复苏 中国人民银行已采取了多项货币政策措施 例如自去年9月以来 央行通过二级市场境购买债券来增强流动性 并在最近一个月增加了购债规模 此外还实施了超出预期的降息政策 并推出了5000亿元的互换工具 旨在改善股市的流动性状况 政府各部门也在积极配合 以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 尽管这些即将推出的刺激措施 可能不会带来巨大的财政红利 但他们仍有可能通过刺激内需和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来振兴经济 近年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挣扎状态 根据东盟加三金融稳定报告的数据显示 高负债的中国开发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2021年北京加强监管以来 主要房企的违约案例频发 虽然自2022年以来违约数量有所稳定 但房价仍在下跌 这一趋势主要归因于市场的供应过剩 以及购房者对预购房屋交付的不确定性 开发商的资金筹集因销售下降而变得更加困难 尤其是预售房屋的收入对其融资至关重要 尽管离岸债券的违约率有所下降 但市场仍对开发商保持密切关注 除了国内政策 中国也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局势 特别是美国政治变化的潜在影响 霍伊科尔指出 美国总统大选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将带来不确定性 特别是可能加征中国商品关税的问题 这种局势要求东盟国家团结一致 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 因为这种合作模式在过去 帮助东南亚地区成功应对了许多挑战 综上所述 中国在应对经济挑战时采取了稳健的策略 逐步推进经济刺激措施 以避免重蹈过度负债的覆辙 通过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和协调各部门的努力 中国希望不仅可以推动内需 还能在全球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 中国与亚洲邻国需要持续关注 国际政治动向 以便在必要时采取应对措施 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为您带来更多全球经济动态的解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中国采取更谨慎的经济刺激措施是明智的选择 2009年的大规模刺激计划虽然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也留下了长期的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累积和影子银行的扩张 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次中国政府不重蹈覆辙 只在避免市场过热和过度负债 这对于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说好像中国的经济就会自动复苏一样 小规模的刺激政策可能根本无法抵消目前经济放缓的压力 看看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房价持续下跌 购房者信心不足 没有大规模的措施 房地产行业恐怕无法真正恢复活力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 我都差点以为自己在2008年的西方银行危机里了 小规模的刺激措施 其实是针对性的 比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问题 推出互换工具来增强市场信心 这样的措施 比大水漫灌要来的精确 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新的泡沫形成 楚天书 你的点子不错 但现实是残酷的 看看2022年的房价下跌 这不是一个小修小补能解决的问题 预售房屋的销售额下降对开发商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没有强有力的刺激 开发商的资金链一旦断裂 这可不是买点债券就能解决的 你说的确实有理 但别忘了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向来是步步未盈 逐步推出措施能够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 而不是一蹴而就 再者政府还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 例如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来对症下药 从而达到长效的经济调控 哈哈 楚天书你说的简单 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水煮青蛙嘛 改革需要时间而市场不会等你 若等到政策真正发挥效果 说不定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刺激时机 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